从今年秋分开始,我国所有农民迎来了第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节日,中国农民丰收节,连日来,各地农村好像过春节似的,欢庆丰收,庆祝自己的节日。 您瞧,农民兄弟用八千八百金玉米组装,成了一座富贵营门,在太阳的照射下,金灿灿的,好像一座黄金门。 据了解,这座黄金门主要材料是玉米,还有大红枣、黄豆、红豆、骨子、水稻等,一共加起来近九千斤。 雄伟有气势的富贵营门吸引了很多人,都想走过这座黄金门,希望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风登。 人们在黄金门下自拍留念,希望来年给自己带来好运,农民用玉米、大红枣、黄豆、红豆、骨子、水稻等组成的黄金门,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,迎接专属于农民的节日。 谢谢大家。